王上,我南阎国为是两国友好,特将蓝仙公主送来联姻,才入宫不到一日,就遭受如此大的屈辱。敢问王上,这是何道理啊? 王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如果王上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南阎国必经举国之力,讨伐北阴,为公主血洗耻辱。 使臣请息怒,王后不知分寸,让蓝仙公主受了委屈,这件事哀家一定秉公处理。 王儿,你说呢? 王后,你可知罪。 娘娘只是一时之手,我是有心的,况且娘娘刚刚醒来,还是还没完全清醒。 大乃! 王上说话,你个奴才插什么嘴! 你才大胆! 你…… 这里是北阴国的后宫,你一个南阴国的使臣,又有什么资格插嘴? 王后娘娘…… 俊兰,没必要跪。 你们公主寄入了我北阴国的后宫,后宫之事便是王上的家事。 若要谈国事,就请把公主先带回南阴国,再派使臣来谈。 否则,就给我闭上你的狗嘴! 吵吵嚷嚷,好不烦人! 你……你……你……气死老妇也! 啊…… 你…… 王上,既然臣妾入了北阴国的后宫,就是北阴国的人。 臣妾只是想讨一个公道而已,难道身为王后,就可以随意见她后宫嫔妃吗? 据臣妾所知,王后平日里就在后宫作威作福,后宫姐妹们多有受欺凌者,却敢怒不敢言。 臣妾今日挺身而出,就是要为后宫姐妹们讨一个公道,哪怕因此受到责罚,臣妾也绝不退缩。 我…… 公主请起,公主受了委屈,哀家,一定为你讨回公道。 谢太后,太顺利了,早就听说北阴王后嚣张跋扈,横行后宫,接铃嫔妃,果然我略施小技,就引得她出手伤人了。 原本以我的武艺,借推荡之劲,一掌打向她胸口,当即即可置她于死地。 可不知道这泼妇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没死。 哼,不过没关系,按照现在的局势,扳倒她不成问题。 王后,你打了人,不知悔过,还如此理智气壮,你眼里还有王法吗? 哀家命你立刻向公主道歉,否则将你打入冷宫,面壁思过一个月。 好啊,我道歉,按照我南阴国的规矩,向公主道歉,需三跪九寇,才算礼数周全。 好,那就按南阴国的规矩来。 王后,你,你这是做什么? 我想了一下,反正已经打了,一个耳光也是打啊。 十个也是打啊。 你,不要,别过来。 我,我错了,不要。 想让我低头道歉,下辈子。 公主,紫苏,我们走。 王后,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冷宫。 真是不负其名。 天冷又超湿。 娘娘,您是千金之躯,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 没事,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要不,您再向王上求个琴,跟他服个软。 王上看在相爷的份上,肯定不会把您怎么样的。 相爷就是指凤浅的父亲,也就是北燕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风仓吧,正是有这个大靠山在,王后凤浅才敢在后宫里横行无际。 最终四处树敌,四血落得那个下场,但我可用不着靠它。 我看在这里也挺好,又宽敞又清净,简直就是豪宅。 对了,我饿了,你去给我弄碗面吃吧。 哎,我被这就去。 唉,小丫头,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你家皇后娘娘的天津之躯,其实早就死在当初蓝星公主的一掌之下了。 我,是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是全球通缉榜上排名第一的杀手,银弘,刺杀术,鬼装术,追踪术,盾桃术等等专业技能样样的冲通。 唉,但是,小丫头呢,本想着此命休矣,没想到意识恢复后,就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这个世界北燕国的王后,凤浅身上。 索性还保留有凤浅的记忆,不如没路什么破绽地解决了刚刚那场危机。 索性还保留有凤浅的记忆。 娘娘,奴婢回来了。 怎么回事,谁打了你? 谁,是医山坊的李嬷嬷。 奴婢去问医山坊要一碗面。 李嬷嬷说,王后现在身居冷宫,只被植残羹冷散。 奴婢与她争论,她便打了奴婢一个儿过。 岂有此理,说本宫只不吃剩饭剩菜。 大陆,去医山坊。 娘娘三思。 李嬷嬷,你怎么敢打王后身边的婢女啊? 以王后牙字必报的性子,她肯定饶不了您啊。 哼,怕什么? 王后已经被王上打入冷宫。 一个进了冷宫的女人,我还怕她。 那是,李嬷嬷可是王上的奶娘,又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太后啊,就爱吃李嬷嬷女佐的芙蓉羹,一天都离不开您。 太后早就看王后不顺眼了,只不过是爱着相爷的面子,不便当面说王后的不是。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替太后娘娘她老人家出口气。 是你打了本宫的人。 我菜还没签完呢。 是,是老奴打的。 不过老奴也是按照公规行事。 进了冷宫的女人只能吃剩菜剩饭。 真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这小丫头不听劝,还与老奴争辩。 老奴这才替王后娘娘教训了她。 本宫就算进了冷宫,也是王后。 你这个奴才,敢当面顶撞本宫。 本宫若不替太后娘娘教训,就是对太后娘娘的不孝。 你这样打我? 如果太后娘娘知道了,绝对饶不了你。 就算是太后来了,我也照当不误。 太后驾到。 哀家的芙蓉羹做好了吗? 今天走这么慢,哀家一刻也等不了了。 太后,太后娘娘,你,宁可要为老奴做主啊。 拜见太后。 奴才正在为您做芙蓉羹。 王后她突然且押回来,要让老奴给她下面吃。 老奴不敢耽误太后娘娘的事,就拒绝了。 谁知王后恼羞成怒,冲到了御膳房,不由分说打了老奴。 还说,还说,还说就算太后娘娘来了,她也照打不误。 许有此理! 王后,你现在不是应该待在冷宫吗? 怎么跑到御膳房来打人? 你眼里还有没有宫跪?跪下! 母后,癌尘入宫之时,母后您牵着我的手。 你重心长地对我说。 接了哀家手里的凤印。 后宫之中所有人都需要听从你的号码。 包括哀家在内,凤印在首一日。 凤印在首一日? 我就要掌管后宫一日,切不可独职懈怠,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你……你…… 现在,凤印还在儿臣的手里。 后宫众人可都得听从本宫的号令。 放肆!你……你眼里还有哀家吗? 太后息怒,切莫起怀身子。 母后…… 儿臣可是在严格按照您的训事执行。 眼里怎会没有您呢? 你……你…… 啊…… 气死哀家了! 来人! 扶哀家回宫! 是! 儿臣! 恭送母后! 哎呀! 啊! 娘娘小心! 祝母后先扶勇响! 兽语天骑! 娘娘好帅啊! 太后娘娘! 那…… 还有你没处理啊! 哦! 命人将她拖出去! 仗庭四十! 可是娘娘! 卫兵现在不听我们的命令啊! 啊! 这样啊! 嗯…… 那你来吧! 嗯…… 不……不要啊! 你不能打我! 我……我可是王上的奶娘!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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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再用点力吧! 老奴知错了! 老奴再也不敢对娘娘无礼! 哈哈哈哈! 你这起立不行! 欠断令啊! 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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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事! 回禀王上! 王后娘娘甚至跑出了宫! 去玉膳房大闹了一场! 不但打了李嬷嬷! 还把太后娘娘给顶撞了! 听下面的人说! 太后差点气晕过去! 一回宫就请了太医去敲! 以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不要再来想顾别! 还有其他事吗? 蓝星公主那边! 近日不断有高手出谋! 怕是会有所行动! 军住她! 留着她还有大人! 是! 怎么一副欲言幼稚的样子! 还有诗! 预膳房传话来! 孙灵初为您做的面! 被人偷了! 她们怀疑这也是王后所为! 这! 这面! 还是不一般啊! 味道算得上一流不输! 吃下去之后! 一股清天之气在体内涌动! 令人四肢畅快! 心情愉悦! 不忙我跑去玉膳房闹这一遭了! 气! 真是气! 真是好吃啊! 一下子就吃完了! 唉! 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的! 之前经过这么一闹! 再去玉膳房估计会被颜家戒备吧! 怕是再也弄不到这么好吃的面了! 如果能搞到套厨具自己做的呢! 嗯! 啊! 人家宫中做! 宫中贴上来! 这东西哪冒出来的! 我! 这锅! 听上啥也没有啊! 这锅! 是什么技术制成的呢? 那里似乎有龙纹图案! 好精美啊! 外层也有花纹! 是象形文字? 还是一座镇图?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啊! 嘿嘿! 不错故事画! 哪里来的声音? 嘿嘿! 不错故事画! 这是用纯铁冰镜打造的龙纹如意锅! 啊! 呃! 锅里突然没光! 还出来一只猫啊! 呃! 这龙纹如意锅里! 含有高等的紫色灵石! 还封印着上古大阵! 能够毁天灭地! 威力无穷! 呃呃呃呃! 哈哈哈哈! 一天内经历了空难隔壁穿越宫道! 现在看着飞天眉短! 姐现在的内心平静如丝水! 呃! 谁是眉短! 你才眉短! 这是我打造的最棒的出击! 呃! 呃! 好像还挺好摸的! 哈哈哈哈! 卧槽! 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没做生你还真就那个没够了! 哎呀! 别那么小气嘛! 哈哈哈! 手感不错! 你不小心就! 好了好了! 别气了! 你突然出现还送宝锅给我! 说吧! 有什么目的? 嘿嘿! 你倒是接受得很快嘛! 那当然! 姐什么没见过!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就是很聪明! 实不相反! 我叫范范! 是以灵气为时的灵兽一族! 灵气你知道是什么吧? 诶! 是啥? 都会听说! 快! 出现新的一世界知识了! 我去掉风浅的地! 诶! 找到了! 找到了! 灵力相关文件! 呃! 大体上了解一些! 这北燕国所在的灵云大陆崇尚武力! 强者为尊! 这个世界有一点特色的力! 被人们称作灵力! 使用灵力战斗的! 以灵武师和灵幻师两种职业最为普遍! 灵武之强能披山震海! 灵幻师! 以灵娑! 灵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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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震! 所以宋宝国就是为了助我成为灵厨了 不过茫茫人海 你为何偏偏雪中我啊 而且我成为灵厨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不信这世上有人愿意这样无私奉献 给秘籍送装备 还做白宫 我在这王宫待了好多年了 我知道 现在你这身躯中的灵魂 已经不是之前的王后奉险了 我看证的是你现在的灵魂 万中无一 如果你能成为灵厨 也不忘我熄灵多年 喵 你知道了呀 早说嘛 倒是省了我杀猫灭口的功夫 甚好 装备和秘籍当然不会白给你 祝你成为灵厨之后 做出灵彩 你得到的灵气我得分一半 等等 你刚才那个危险发言 我可不能道明请道 也就是说 我出材料和人工 你出技术和设备 嗯 确实不算亏奔买卖 嘿嘿 对 这么说来 我刚吃的那碗面 就是灵厨做的灵菜 正是 那可是北燕国最好的灵厨之 宣大厨做的灵菜 一般来说 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吃呢 哦 原来吃面时感受到的那股清甜之气 就是灵气嘛 不过你现在有了我的龙味如意锅 那种程度的灵菜根本不在话下啦 啊 对了 光有锅子还不够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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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百变千斤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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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只能为如意锅和百变千斤勺 可不是一般的储具 哪是那么随意说用就用的 想要触发更多功能的话 需要使用者的灵力更强才行 以你现在的实力 目前只能启动一级变化 不然有一种 回到学校上了一天课的感觉 为了之后方便说明 我将战斗数据化作数值 直接偷到你脑中 哦 还挺直观的嘛 等等 这厨具还自带武器 当然啦 我这宝贝除了可以做菜 还可以作为攻击和防御的武器 这才是完美的厨具呀娘 这玩意儿真能拿来打架吗 你 你那是什么眼神 别说 好像的确有点风力 小姐 怎么 刺客闪开了 哪里逃 你去哪里逃 你去哪不逃了 死吧 快 怎么可能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说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这也是交代你吧 说不定能让你留下 怎么回事 不是说皇后不会武功吗 怎么深深的杀气 比我这个职业杀手还要可怕 诶 考虑好了吗 不是道理事 别 好不几年啊 死吧 垂死挣扎的死是吗 有点难搞啊 不过 这是机会 就让你试试武器 红枣军 要死也给我死外边去 我脏了我的院子 刚刚天上那个人影 好像是从老公那边大叫着飞出来的吧 多姚 派人去查查 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 这个王后 被关在老公了还不小心 真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能搞出什么鬼花样 这几着实力啊 不过对身体 果然还是有些负担 才用你一招就这样 看来有些不光能谨慎使用这招 还得加强些断丽 皇后这养尊处女的身子 根本没法按照想法活动 不要随便拿人家的宝贝百遍千斤烧抹人脖子呀 走弄脏了还怎么做菜呀 扯死了 话说你这不也在用锅子砸人吗 还不是你先开始的 那是紧急情况 没办法的好吧 而且说他能用来打架的不也是你吗 那也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呀 我请 哎呦人家刚用完武技了 你都耗光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哎呀不行了 我要去睡觉休息 别吵我了啊 哎呀我这样弱小 可能有无数的货迷子 怎么能做这种东西的脑洞呢 老伴出去帮我生死一下哈 哎呀要是知道刚来了刺客 怎么估计要被吓哭了 哎呀算是忙碌的一天呢 哎呀睡觉睡觉 哎呀你石坏缘怎么这么熟练 啊话说我可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做女子 似更天了 叫这种骨质死我简直太小了 哎呀父亲王后 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你了 这 这么小心翼翼的 是来仓库取食材回去做菜的吗呀 老屁了吓我一跳 装神弄鬼的 我怎么不是来玩的 嘿 那么有莫感 我把扇上 话说你今天的打扮真憋致啊 这么好的性质 打扮也靠着狗女王 王后凤浅现在应该在老公闭门思过 总不能光明正大的出来晃了 你现有的材料做不了易容 只好变装了 就是以防万一了 好歹别让人一眼看出我是皇后 架子上这些发光的石材 就是所谓的灵材了 正是 你看这灵材上彩色的光 正是灵材特有的灵气 只有修行者才能看到 哇 鼻子进到绿色的大米啊 大鸡蛋油调料 好 材料找齐了 趁着这会儿遇上房还没人 去借用箱灶台吧 转翻了 既然材料有了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吧 你就不想捧捧场吗 不是很想呢 好吧 我们就简化一下流程吧 这么大本书你从哪掏出来的 而且现在也没空看什么技能 不要突然打我呀 打死我了 这 这是 原来突然出现了蛋炒饭的作法 叮咚 蛋炒饭学习完毕 哦 原来蛋炒饭有这么大的学问 真是学大了呢 姐姐 你刚刚怎么在发光啊 你是天上的仙子吗 有小孩在这里 那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不知道没看了多少 小灭口 还是先确认一下 看到了多少在做打算吧 姐姐你刚刚闪闪发光呗 小弟弟你是谁呀 怎么跑到御膳房来了 我叫叶儿 我是 我是来 是肚子饿了出来找吃的小蝉虫呀 哎呀真可爱 怎么只有你一人啊 你娘亲呢 我 我没见过我娘亲 没有娘亲吗 姐姐 你说 会有好些人收养我们吗 到时候 会不会有很多好吃的 和温暖的床睡呢 姐姐 你不一起走吗 啊 真的吗 真的过两天办好手续 就会来找我了吗 我们拉钩 谁耍赖 谁是小狗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弟弟 这么说了 那时候的弟弟 跟这孩子是差不多的年纪吧 嗯 这样吧 咱们做个交易 无论你刚刚看到了什么 都要帮姐姐保密 作为交换 姐姐会做好吃的给你 好吃的 真的吗 好啊好啊 叶儿一定保密 嗯 我们拉钩 嗯 嘿嘿 那么 让我们开始制作零菜吧 居然这么开心 你想不想吃大炒饭啊 姐姐做的大炒饭可好吃啊 先来点饭吧 啊 真的吗 我还没吃过蛋炒饭呢 银材 因品质不同 可分为一到九品 不同品级所表现出来的灵气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分别是 红 橙 黄 绿 金 金色为最高等级 同一品级的灵材 根据颜色的深浅又有细微的差别 我们这次用的这些大米 灵气颜色纯现幽绿 说明是在四品灵材当中出度偏高的 几乎和五品灵材相媲美 啊 这样优秀的灵材 经过我这龙肋如意锅的加工 会在短时间将灵材内含的灵气毫无保留的激发出来 看样子应该煮好了呢 真快啊 啊 好香啊 王上 大师不好了 太子失踪了 你说什么 嗯 煮的真不错啊 这下子 米饭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 才是真正的好戏 在鸡蛋快凝固时 加入刚才煮好的米饭继续翻炒 炒至所有米饭都加上蛋液 加上一条料 登登 蛋炒饭完成了 啊 就第一次来说真的很不错呢 奉献你果然有天分 菜 太香了 姐姐 你的厨艺好厉害啊 像便系法一样 而且 金灿灿的好漂亮啊 快趁热吃吧 哼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感觉 跟吃天的时候一样 清甜之气涌入身体了 在你面试的更加吃热 富有生命力 这便是 好好吃啊 我真是天才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慢点吃 好吃 好吃 你看你 都吃到脸上了 你还弄了个脑内广播 啊 很方便吧 哦 原来一天只能做十盘菜啊 而且每一盘的量不多不少 下好只有一人分 锻炼身体时一下炼太多也会伤身呢 同理嘛 总一天炒十盘灵菜 不能更多了 姐姐 我觉得身上热乎乎的 脸上烫烫的呢 我也是呢 吃蛋炒饭的功效吗 正常现象啦 你刚吃了五盘灵菜 现在浑身发热 就说明你的身体正在吸收灵菜的灵力 属于我的那份灵力 在你炒制的过程中 我就通过厨剧去走了 真的耶 我现在感觉精神百费 身体也充满了力量 姐姐你在和谁说话呢 啊 我只是觉得自己做的菜太好吃 兴奋过头了 哈哈哈 啊 其实 和我说话用心肩感应也可以的啊 心里想的话真的被听到了 总觉得有点恶心 嗯 嗯 喂 我听得到 姐明天 用数字来表现的话 大概是这样的 你这提示板还挺 时尚 那 方便你理解啦 啊 对了 还有个更棒的东西要给你看哦 我也说到底是哪儿掏出来的 你的四字眼口袋不是背上的背包吗 哈哈哈哈 欢乐大抽奖 何等恶俗的综艺节目 别小看它 可可是我的厨具最特殊的地方啦 是 是吗 真不识乎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压空间里 有一个聚集了世界所有事物的灵彩宝库 是我偶然发现的 自己重音啊 我也无法解释 为了把里面的好东西取出来 我黑鸡心里铸造了这套厨具 只要满足条件 去用厨具做灵彩十字 就可以随机从里面取一间厨具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棒 我真是个天才 哈哈哈哈 哦 真是不错呢 像抽卡游戏一样 要是真是个游戏 我一定可爆 不过这么棒的抽卡系统 为啥你不自己先抽个爽呢 小手爪要怎么炒菜呀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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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到百草叶两天 这可是好东西 可以吃百病呢 谢谢姐姐 给燕儿做蛋炒饭吃 这个叫做蛋炒饭的饭 这是燕儿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 其实 其实今天是燕儿的生存 听星谷和洛峰说 每年他们过生存 他们的娘亲都会亲手给他们做好吃的 我燕儿的娘亲 从来没有给燕儿做过好吃的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娘亲 你告诉姐姐 你娘是谁 姐姐帮你教训她去 原来娘亲还在世吗 这些是我误会了 哈哈哈哈 今天也不让我见娘亲 娘亲也从来不来看我 燕儿 连娘亲什么不要都不记得 燕儿就是个没家的可怜主 哈哈哈哈 燕儿官哭不哭了 看到燕儿哭姐姐也跟着心疼 你虽然无法代替你的娘亲 但你不嫌弃的话 姐姐以后时不时来找你玩 给你做好吃的可好 这 真的吗 我 我 是一个被打开的声音 一伤口就要开始上工了 那快点离开这里 好 我都欲花园来了 如果这个时间里 那门什么人啊 你家伙 醒醒吧 我们也该就此别过了 以后有机会 姐姐再来找你玩 父王 父王 大胆贼人 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鲁结孤的太子 你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鲁结孤的太子 糟糕 好死不死 怎么刚好碰到他 这是最差的展开 等等 我刚刚说什么 太子 小叶儿 是太子 也就是说 小叶儿是 我的儿子 这就是所谓的 喜当鸟 大胆 大胆 咱们速速把他放下 虽然小太子的事 还没人在意 我现在绝不能被 雪月车当场逮住 我得尽快脱身才是 不能 是我都在远处 有机会 我娶你一下了 小叶儿 那歹人躲进树丛了 来人呢 给我追 是是 抓我 就凭你 但我这么多年 杀手是白动过 接着 就是想办法 潜回冷宫了 叶儿 叶儿你怎么了 你别怕 父王在这里 怎么会这样 父王这就带你去看太医 叶儿 坚持住 小叶儿他怎么了 刚刚还好好的 倒是 因为大丑犯 我得去看看 小殿下实在太可怜了 宫里的人应该都知道 小殿下对鸡蛋严重过敏啊 也不知是哪个心肠歹毒的人 居然拿鸡蛋给小殿下吃 把小殿下害惨了 小殿下那么可爱懂事 怎么下得去守的 奉浅 你这个娘亲是怎么当的啊 这么多年对儿子不闻不问就算了 连宫里不相干的人都知道你儿子对鸡蛋过敏 你居然不知道 我在你的记忆里居然找不到一丝 是关于小叶儿的记忆 哎 也不知道小叶儿现在怎么样了 前进去看看 实在太多有点危险 哎呀怎么办呢 你还没说 小殿下浑身起疹还高烧不退 怕是很难熬过去 我还听说 就算小殿下熬过去了 日后怕也是个赤儿 哎呀 真是好可怜啊 都是我的错 要是小叶儿有个三朝两端 我定会包含周深的 怎么办 哎呀 狄奇之绝望啊 你忘了 还有这个 百草叶可治百病 如果想救小太姐 不妨试一下 对啊 都忘了还有这个 哎 事不宜迟 快去给她喝吧 喵 站住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东宫 有那皇后凤浅 带了灵药来救太子 还不速速放行 那咱 还给冒充皇后 没空跟你们废话 凤浅 你把他们都杀 打晕而已 没时间跟他们解释了 我是职业杀手 不是杀人狂 那一下说过狠的了 现在就想叶儿要紧 没空管那些细枝末节的事 是你 凤浅 刚刚在御华园的姑女也是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独圣几步狮子 你身为叶儿的母后 居然亲自为她吃下过敏的食物 听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叶儿对鸡蛋过敏 如果 如果我知道 是啊 你知道 你是她的亲生母亲 却对她的一切莫不关心 像你这种狼性无情之人 根本不配做她的母亲 更不配做一国之母 你 我们的旧词就是杀人了 你听我说 你听见你的性命 我 我想再听你说一个字 我吗 我不要让狐子看到你 王生 等等 我有能治叶儿的灵药 请你相信我一次 让我进去看看叶儿 你已经把叶儿害成这样 姑子会再相信 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病能治好 你别再跟姑耍花痒了 来人 将她轰出去 这是白枣叶 能治百病 相信我 她能治好叶儿的病 我怎么可能让叶儿喝下那来历不明的东西 你不用白费心机了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 你若是不信 我便亲自喝给你看 我 如何 没事吧 求你信我这一回吧 就当是为了小叶儿 小殿下的情况十分不妙 怕是要撑不住了 这要怎么向王上交代啊 啊 叶儿 谁 谁啊 这个时候闯进来 一个宫女 卫兵在干什么 怎么能让闲杂人等随便进来呢 这不是添乱吗 来叶儿 把这个喝下去 等等 你是什么人 小殿下现在生命垂危 不可妄动啊 乖 很快就没事了 再受个忍耐一下就好 你 你在给小殿下喝什么东西啊 虽然你们都无气可施了 让他一事也无妨 啊 王上 叶儿 你一定要吼起来啊 水 咅 呃 咅哒 enson 难受 我好难受 好热 胸口疼啊 咅哒 咅哒 啊 咅哒 咅哒 难道白草衣不管用 我怎么能相信你 父王 叶儿 你没事了 白草衣真的起作用了 叶儿 你感觉怎么样 告诉父王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叶儿好多了 不弱也不难受了 谢谢父王关心 真的没事了 要不要喝点水 没事了 也不渴 刚刚好像喝了什么 现在感觉喉咙里甜甜的很舒服 这是什么药 真是太神奇了 这个宫女是从哪儿 弄到这种灵药的 陈太医 给太子诊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没事了 一定不要留下什么隐患 是 是 臣遵旨 请王上放心 小殿下已经没事了 不仅如此 威臣还在小殿下体内 探查到一股强大的灵气 微臣揣测 小殿下或许是因祸得福 不但体魄得到了提升 功力也增长了不少 可喜可贺呀 想来应该是叶儿吃了我做的蛋炒饭 所以体魄战斗力都得到了提升吧 叶儿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姐姐 你抱得我快转不过气来了 叶儿 对不起 是母后不好 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照顾你 还害你差点丢了性命 你能原谅母后 给母后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吗 你刚刚说什么 母后 姐姐你是我的 母后 我 这是真的吗 我 有母后 可是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见过母后 明明正在这么近的地方 是不是叶儿不坏 所以母后才不要叶儿呢 别人都有娘亲同志爱着 无为多叶儿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娘亲 叶儿 我 叶儿是好孩子 是母后的错 是母后没有好好珍惜你 母后答应你 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你 把以前的过错 全部弥补回来 母后 叶儿终有娘亲了 叶儿再也不是没娘头的孩子了 母后 母后 你这孩子啊 以后想叫多久都行 母后 母后 哎呀 折腾了一早上 应该已经很累了吧 叶儿 你好好休息 母后改天再来看你 母后 晚安 没想到 没想到 穿越到这个世界 还能让我邂逅这样一份母子之缘 从此以后 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是无牵无挂的一个人了 小叶儿 我一定会努力 做一个好母亲的 那是 那是 轩元澈 这家伙不板着脸的话 明明是相当帅的嘛 之前都没见过他有那么柔和的表情 你出来了 叶儿已经睡下了吗 那么 很该身处冷宫的你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身上还穿着宫女的服饰 现在是时候解释下了吗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想罚便罚吧 你给我跟上来 跟就跟 不过这薛元澈心里 究竟在做什么打算 马车 这家伙是要出宫吗 不过为啥要就我跟着来 车哥哥 你终于来了 这声哥哥喊得人骨头都要酥了 这女人跟轩元澈是什么关系啊 发什么了 快跟上来 这态度真叫人不爽 但现在也只能行听他的了 可恶啊 被人抓到把柄的感觉真糟糕 我 屈屈一个宫女 也赶上车哥哥的瑜伽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的位置在下面 小心伺候着 这女人 态度准备得枝快 前一秒还在叫滴滴的 喊车哥哥的小女人性格去哪了 是因为我还穿着宫女的服饰 所以他帮我当宫女汉 废什么话 还不快上车 既然车哥哥都这么说了 那你跟上来也无妨 贫你 皇上 幕府到了 大哥 草民木青霄 拜见网上 不必多礼 这两位是木青霄 木青婉兄妹 他们的爷爷 木太傅 是孤的恩师 如今木太傅 身患重变 孤要你治好她 如果你能将她治好 先前的事 孤既往不咎 如果不能 最佳一档 你自己看着办了 如果你能将她治好 先前的事 孤既往不咎 如果不能 最佳一档 你自己看着办了 可是我的白草叶 只有两滴 先前为了救小叶 已经全部用完了 喂 等一下 我不行呢 我手里已经没有药了 这是你的事 如果完成不了任务 后果自负 清霄 他就交给你了 我还有公物要注意 改日在了拜访日事 是 老王上费心了 等一下 既然王上如此安排 定然有他的道理 姑娘还是既来日子安置吧 啊 车哥哥不都留一会儿了吗 王上 不可无理 要叫王上 车哥哥又没说 不能这么叫他嘛 王上 影子回报 刚刚在离冷宫不远处 发现了一次刺客的尸体 应该就是之前 出入蓝星公主那的高手 冷宫周围在加快些人手 让影子们也激进些 再又一样 随时想回报 是 也想让落影 遭了人手决定 确实还是让他留一会儿 那时的沙鼠娘 这次遗养的事啊 王后随心 还是不对劲 孤岛要看看 你还在隐藏着什么 王上的车已经走远了 若姑娘真有手段 可以治好爷爷的病 我幕府上下 必然感恩戴德 更何况王命难违 姑娘还是不要 违抗王上比较好吧 爷爷 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那就请让我勉励一事吧 还请穆公子带路 太好了 姑娘这边请 要不是看在 臭哥哥的面子上 才不会让你进门呢 对了 还不知姑娘如何成活 我叫凤浅 姑娘姓凤 凤姓乃是贵族姓氏 她区区一个宫女 低线又卑微 怎么可能姓凤 依我看 她是姓风吧 少在那冒充贵族了 不知木太傅的病症 到底是什么情况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婉儿 你这样说太古实力了 你看 她这不是默认了吗 就是姓风呀 幸好这小丫头替我解释 不然要是让这家人知道我的姓氏 搞不好会联想到皇后的身份上去 现在情况不明 还是低调些好 要是让娘亲知道你这么没礼貌 又要责骂你了 嘘 哈勒你越来越啰嗦了 到了 这里便是爷爷的卧房 娘亲 孩儿带了王上介绍的医生来了 就是这位封浅封姑娘 呀 小二婉儿 婉儿 你们回来了 这位便是王上介绍的名医 真是位年轻的姑娘啊 满里都写着不信哪 没事 不管你 我自己都不信 嘿呀 这位姑娘是王上亲自指派的大夫 想必医术一定是十分高明 我等迫不及待 想要见识见识姑娘的医术了呢 我等医治了太傅近一个月 一直不见太傅好转 相信姑娘一定可以令太傅立刻恢复起来 嘿嘿嘿 是啊是啊 王上推荐的人定然不同凡响啊 嘿嘿嘿嘿 这两世 明是看不起我 故意叫我捧高 就是要看我狠狠摔下人的样子 什么医术高明啊 刚刚他自己还说他不行呢 搞不好这家伙就是欺骗了这个 王上 假扮成医生 现在需要真本量的时候就心虚了 依我看 还是把他轰出去为好 文儿 你住嘴 王上处事向来谨慎 父亲又是王上的恩师 他绝不会拿父亲的性命开玩笑 更何况 我们做臣子的 王上的话就是圣旨 既然王上派了这位疯姑娘 来给父亲诊治 王上定是有把握 知这位疯姑娘 定能医好父亲 呃 可是 娘亲 嘿嘿 这位慕夫人一定很不好糊弄 我还是先讨微妙吧 薛元春那边 之后再想办法我选 呃 其实 慕小姐说的也不无道理 在下一束浅薄 还是治不了太妇 还是请王上 另请高明才好 且慢 娘亲不可呀 王上只派你来给我父亲治病 但你却诸多推脱 不想医治我父亲 这是为何 我刚刚说了 我相信王上的判断 但若是有奸人妄图蒙蔽王上 我也会尽臣子的义务 替他除掉这等萧小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要么医治 要么去死 你自己选择吧 可是 我 这位慕夫人居然是个恋家子 现在可怎么办 凤姑娘 王上既信你 那清晓我也愿信你 若是你有法子 可以医治爷爷 请你一定帮帮忙 只要你能医好爷爷 清晓此生 愿为你做牛做马 倾平驱策 萧公子 你这是 萧公子 不渴 你快起来 我可受不起 二哥 你干嘛跪他呀 你快起来 爷爷生命危在旦夕 若清晓这一跪 能令凤姑娘回心转意 救爷爷一命 又有何不值得 二哥 你起来吧 还请凤姑娘 一定想办法救救我爷爷 还请凤姑娘 一定想办法救救我爷爷 二哥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好吧 我答应你 无论结果如何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多谢凤姑娘 那么 凤姑娘 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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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师姐 恭喜你 能这么快就正式晋升四级联悟者 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妹妹过奖了 和清潇师兄相比我还差得远呢 和她比做什么呀 师姐你人长得美天赋又高 这世上还能找出比你更完美的女人吗 好 你们在一块儿与其做比较不如 可别这么说了多不好意思呀 对了清潇师兄他人呢 我今日来特意带了些东西给他 这不就到了 二哥 你看谁来看你了 清婉 啊 蓝师妹 你来做客了 有事远迎 好久不见清潇师兄 二哥你站在院子里这是在做什么呢 那女人呢 清婉不可失礼 蜂姑娘是客人 她的衣服沾着血正在屋里更衣呢 一个宫女而已 何必对她这么礼遇 我看她刚刚一直支支掩掩的 还是根本就没什么本事 搞不好是来招摇撞骗的呢 一看见她我就恶心 恶心到慕小姐还真是抱歉啊 你 你 慕小姐可是有何指教 哦 慕小姐可是有何指教 啊对了 得先谢谢慕公子送的衣服 慕公子有心了 啊 芬姑娘不必客气 你能喜欢就好 清潇师兄 虽性格内敛温和温文尔雅 却总给人一种淡淡的疏离感 但为什么她现在会露出这种羞涩如大男孩般的表情 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必须主动出击 清潇师兄 你马上就要突破六级灵舞者了 听闻三级灵厨孙大人 近日就在府上 我特意从家中带了些灵才来 好让孙大人做成灵菜 祝你早日突破 灵才 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二哥 你看蓝师姐对你多好啊 事事处处为你着想 老师妹费心了 灵才的钱我会如数奉赏 哎呀 说不定将来就是一家人了 算那么清楚做什么 走走走 我们去那边的亭子 一起观赏下蓝师姐带来的灵才 哦 好 那封姑娘要不要一起前往 哎 走了二哥 好了 来 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天才地宝 就算长长见识了 个根屁虫 文尔 不要这么用力的捏我的胳膊了 疼的疼 你能看到灵才这么珍贵的东西 要多亏了这位蓝月如蓝师姐 她可是咱们北燕国四大商号之一的蓝家的大小姐 这才有机会让你也跟着见识一番 否则像你这样的一般人 一辈子也见不到灵才吧 啊 那小女子我今天可要大开眼界咯 哼 啊 这是 什么呀 没见识过吧 这叫储物戒指 可以储藏大容积的物品 随身携带 且不占任何重量 不过跟你说你也不读 像你这种身份卑卑的宫女 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拥有一件这样价值连城的宝贝 宫儿 这样太实力了 哇 这小女子还真是胆着机会就损我 也是够拼她 呵呵 要是碰上厉害的高手 这戒指还不是随随便便就被抢走了 哪有我的背包啊 容量无限又不会被抢 嘿呀 没见识的人类啊 不在呀 一突然就蹦出来 吓死人了 好醇厚的灵气 老是灵气的颜色 虽是一品灵财的范畴 却足以与二品灵财相媲美了 嗯 也不过如此嘛 啥 这些蜜虽然富有灵气 但米本身又色又干饼 用它做成米饭口感肯定极差 再看这个鸡蛋 蛋壳的颜色不均匀 还有分布不均的斑顶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机所生 我敢打赌 它里面的蛋黄颜色一定是偏暗的 用这种鸡蛋炒出来的菜 不但卖相不佳 口味也一定十分糟糕 灵财的根本 在于财补蕴藏在食材中的灵气 至于你要口感和口味 去吃一般食材做成的菜即可 何必鸡蛋里挑骨头 多此一举呢 以你的意思 如果树皮树根能提升灵气 那你也会直接啃树皮树根了 你 听姑娘的口气 想必你那里一定有比我更好的灵财 不如拿出来 咱们比较比较 也让我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灵财 让她拿出灵财 别逗了 她又是能拿出灵财 让我叫她一声姑奶奶都行 叫姑奶奶就算了吧 可别把我叫老了 青色的灵器 四品灵财 不 不过是几粒大名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本事 你再拿出别的灵财来 不能光吃主食 还要吃些蔬菜肉类才健康呢 我这里还有白菜青椒腌肉火腿之类的 可是够看了 你哪拿出来的这么多灵财 这就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你 曾遇山坊灵财库里 多拿了些灵财出来 真是对了 哈哈 就让你们见识下 我这背包的容量 哼 我突然想起来 母亲嘱咐我和蓝师姐 今天要好好练功 哦 是的 不跟你们多说 我们先走了 慢走不送哦 哎呀呀 疼了呢 看来我还是低估你了呀 风姑娘 也许 这就是为什么王上 要指派你来幕府为爷爷治病了 如果是你的话 或许真的有办法 可以医治好爷爷吧 真是越想越气人 他到底怎么弄到的那么多灵财的 而且还都是四品的灵财 只要一想到他那副得意的嘴里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据我所知 整个北燕国最好的灵财 大都被搜罗到了王宫 共王上一人享用 秦婉师妹 我记得你说过 他是从王宫里来的 王宫姐 你的意思是 灵财他是从宫里偷来的 那我们怎么办 你忘了我的表哥 是做什么的了 你表哥 林海峰 对啊 我怎么忘了 你的表哥可是捕头 专找左肩反科之人 找他来就对了 没错 明天一早 我就让表哥来幕府 当众戳穿他的真面了 我这道菜 名字叫做芙蓉石书卷 属于三级灵财 这道菜虽然全素 但营养丰富 而且灵气充沛 定然会对太夫的病情 有所注意啊 老孙大人费心了 我这就让父亲 尝尝大人的手艺 爹 您吃点吧 爹 太好了 您终于吃得下了 孙大人 真是太谢谢您 爹 爹 怎 怎么会这样 零菜也没效果 你都真的没办法了吗 爹 爹 零菜也不行吗 这 吃不下的话 我也没辙了呀 我等开的药也没有效果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唉 生死有命 你们 都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是 爹 咦 外面怎么这么想 这个时间还有谁在做饭吗 这是谁 在 做饭呢 啊 啊 真相 啊 啊 请消气晚 快 去厨房看看 究竟是谁在做饭 成一碗来跟你爷爷 是 娘亲 啊 我这就去 石盘 啊 今天的石盘蛋炒饭终于做完了 又可以抽奖了 啊 炒饭还真是个体力活啊 哎 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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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抽奖机会让饭粉的抢了 这次我亲自来过过一会儿 一定让我抽到白草叶 竟得现在的燃眉之急啊 贼人在此 快将他拿下 你已经被包围了 不许动 你就是那个偷盗王公临财的贼人 你们是什么人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承认也没关系 到了府衙 也自有一百种方法让你开口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林爷的名号吧 但凡我经手的罪犯 就没有不在牢里脱层皮的 今天算你倒霉 犯在我手里 你就等着爷慢慢伺候你吧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打算听我解释 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扣上这个罪名了 看来是没少干驱打成招的事 你怎敢这样和我说话 哪个罪犯见到我林爷 不是战战兢兢的 你没见过你这么不怕死的 来啊 把他拿下 怎么回事 封姑娘 这是怎么了 你没事吧 穆公子 穆公子呀 失礼了 林某我收到消息 说有人盗窃了王公的灵财 就藏身在木家 而这窃贼 就是这位封姑娘 林伯同 你说封姑娘偷到了王公的灵财 可有切实的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 那么抱歉 封姑娘是我幕府的贵客 我绝不容许任何人 将她从这里带走 证据嘛 这些就是证据 这几盘炒饭 所用的全部都是高品级的灵财 姑娘能否解释一下 她们是从何处得来的 除了这些 她身上还有许多灵财 我和您的表妹蓝师姐 昨日亲眼所见 我敢断定 她这些灵财的来路绝对有问题 请林捕头立刻将她带回衙门 好好审审 表妹蓝师姐 哼 就说为什么会突然冒这个骨头来抓我 看来背后的主使 就是昨日见到的那位蓝衣女子 蓝月如啊 哎呦 吴公子你这个蓝师妹很有能耐吗 好一个阴险卑鄙的小人 自己不出面让她表哥出头 以为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我 还能在木青霄那里 留下一个冰天玉洁 不识人间烟火的女神形象 哼 这个表面一套背地一套 两面三刀的小人 这个仇 不仅如此 我们还有仁政 来人 带那位公公上来对质 亏得表面还千叮名万嘱咐 说不要把自己抬出来 沐家这位大小姐的嘴真不牢靠 赶快把人抓走 以防暂生事端 奴才李大宝乃是王公御膳房的太监 你可认识这个女人 她是宫里的人 是御膳房的公女 名叫封浅 就是她偷了御膳房的灵才 是奴才七爷所见 这 这怎么可能 二哥 现在人证物证确凿 你总该相信了吧 无需再听她辩解了 来人 将她拿下 这个灵捕头为了栽赃陷害 居然随便找一个人做文章 真是煞费苦心哪 这人要真是奉引的太监 早就该认出我是王后的 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是我自称皇后也没人听得进去了吧 这群猛怪都是灵捕者 其实我神器在手恐怕也很难无力突围 可如何是好 王上驾到 赵哥哥 先去拜见王上 回来再收拾这个女人 你们两个看着点 别让她跑了 看这么紧没法溜啊 封姑娘 莫要担心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随便把你带走的 那如果 我真的偷了王公的灵财呢 那如果 我真的偷了王公的灵财呢 那么我一定会确保 你受到的审判是公正的 绝不会让你被林海峰那种路渡 巨大成仇 以后 我会照着你的 唉 这份天真心思真是可爱的 什么叫照着 见过王上 今日 姑奶微服出行 慕夫人不必多礼 第一次看到轩缘车穿便服啊 比穿黄袍的时候 看起来和善多了 风气 今日居然没有穿着一身 俗不可耐的珠光宝器 不过这样简单最爱的装扮 确实顺眼不上 太夫的病情如何了 多谢王上关心 父亲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 药吃不下 饭也吃不下 日渐消瘦 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孙玲除的菜 恩师也吃不下了 下官无能 请王上责罚 王上 就在刚才 爷爷闻到风姑娘做的蛋炒饭的味道 突然间有了胃口 现在还等着我们送饭过去吗 哥你 对了 这 王上 你来的正好 这个风钱胆大妄为 居然偷了王公的灵财 那蛋炒饭就是罪证啊 你快点把它治罪吧 哦 竟有此事 风 钱 哦 王上 我可是您亲自派来给太夫治病的 这灵财也是为太夫治病财用的 何来盗取一说啊 你 你这是在抢责夺李 而且也有于上房的公公作证 神赃病祸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呢 不信可以让那位李公公来当场对质 玩 陛下面前 不得无礼 这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先见听表妹的描述 还以为这女人不过是个宫女 死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可眼下 王上的态度很微妙 偷到宫内灵财是大事 王上却没有立刻下令彻查 这几乎就是在纵容这个女人了 那么我如果揪着这件事不放 可就是跟王上过不去了 更何况还有做伪证这档子事 被抓住了 可要命 王上 他们诬陷我偷盗灵财 还找了一个御膳房的太监来作证 只是我看这人眼生的很 不像御膳房的太监 若是有人余目混珠故意捏造伪证 那这事情的性质可就大大不同了 大人 这跟我们说好的不一样啊 说 到底是不是御膳房的太监 小人是 不不小人不是小人不是 小人只是个戏子 常扮演太监而已 大胆贼人居然骗了我 害我误会了凤姑娘 下官这就回去 撤查此事 嗯 若也 立刻派人去抚养 查一查近两年的安全 但凡此人经手的案子 一律撤查 是 带姑去太夫的卧房吗 完了 彻底完了 哎 车哥哥 可是 哎 哎 哎 这就是你偷了姑的灵财 做成的灵财 居然还真像那么回事 我去 这茶参有人还没过去呢 呃 呃 身为王后 取点宫中的食材来用阿姨 我从自家后宫拿食材来用 能算偷吗 王上 呃 呃 微臣 谢过 王上 王上 居然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探望老夫 是乃 老夫 莫大荣幸啊 老师哪里的话 老师生病 来探望哪是学生的本分 听闻老师近日难得有了诗语 姑刚刚命人取了这蛋炒饭过来 老师 可要吃一些 这男人虽然面上冷酷 但在面对儿子和恩师时 他都做到了身为父亲和学生的本分 还算是个不错的男人嘛 王上居然亲自为父亲喂食 真是不枉我牧家一片中心啊 是啊 王上真是情深义重 那老夫 就 确实不共了 王上且慢 有何不妥吗 孙灵厨 回皇上 我看这位姑娘很是面生 应该是为灵厨界的新人 也就是一级灵厨吧 诸位可能对灵厨这个职业具体的能力划分 不甚了解 还容在下稍作解释 灵厨可分为九级 三级一下专修灵才的灵气提炼 即用灵才做出基本的灵才 三级到五级可修灵气聚合 即将从灵才中提炼的灵气聚合起来 让使用者更有效率的吸收 六到八级可使灵气再生 吸收十成的灵气 可以再生到十二成 甚至更高 而且达到这个境界 就有可能召唤出神兽了 到了第九级 就登风造极进入化境 最终可召唤出神灵啊 这位姑娘若只是一级灵厨 制作的灵才 极有可能灵气焕散 如果寻常人使用无伤大雅 但穆太傅本身就身子虚弱 倘若使用之后灵气冲撞 不但对太傅的身体毫无注意 反而会伤及根本 所以为谨慎起见 下官不介意太傅 食用这盘蛋炒饭呢 灵厨居然还分等级 饭饭这家伙根本没提过 虽然挑这个时机 按出灵厨等级设定这点 很有判我抢光的味道 但不得不承认 孙灵厨说的的确有道理 王上不可 王上可有什么不妥 灵厨不得规矩 老师莫要介怀 这蛋炒饭没有问题 老师可以放心吃了 这 这个蛋炒饭 真是太好吃了 老师 您慢点吃 父亲真的吃下去了 太好了 刚刚孙灵厨的灵厨 却被吐了出来 难道封姑娘的实力 比孙灵厨还强 这个孙灵厨靠不靠谱啊 封姑娘 这蛋炒饭 算得上是老夫平生 吃过最好吃的饭了 谢谢你 太夫爱吃我做的饭 是我的荣幸 时候就有你负责太夫的膳食 是 就算现在没办法医治她 至少也能通过灵厨补充灵气 阻止她的病情恶化 老师好好休息吧 姑稍后再来看你 这就走了 夫人 姑可否在府上住上一日 当然可以 萧儿 快去为王上准备客房 是 还是这就去安排 不用了 不住在她的房间即可 啊 我的房间 很快 感谢观看